你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了 对呀 练食通过了 对啊 你小心点 再抱一下再抱一下 我听你高兴啊 好了好了好了 跟人擦擦桌子 快点 快点 但是 程哲远是这个公司的 老板之一 这次面试是他帮忙安排的 但是面试很公平 也很客观 不是 什么 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早有余谋 他不过是想帮我 他说黄鼠狼给鸡拜年 谁是鸡啊 我 你啊 反正我不同意 人家是大老板 我不过就是个 新入职的员工 而且我跟他 不会有太多的 工作上交集的 再说了 现在没有其他 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难道你会希望 我回去打铃工吗 好啊 我可以暂时不反对 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只要你找到 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要立刻马上瞬间 从这个公司辞职 好 给你买的咖啡 谢谢 谢谢 您好能收一下桌子吗 谢谢 走吧 进来吧 我导师的助教 要去国外做两年的访认生 这房子本来是他买来自己住的 但是刚刚装修好啊 他就收到了通知数 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房子当自己 房子一样爱护他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 爱干净的女生 所以我跟他保证 你一定会好好 爱护他的房子的 这个价格他又同意了 谢谢 所以价格才这么合适 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这才像人住的地方 我对不起 你们几个真行啊 拿我一个人当壮老李 是不是 我自己可以的 但你非要帮忙 那我不得给你机会 表现一下自己啊 别瞎说 那你不需要我职工啊 看会儿 小辰 你肠肋好了吗 我走好了 是妈妈乡 那天纯属意外 那天啊 沈侯英雄就美 你们一个昏睡 一个不在现场 堪比速度与机器人知道吗 沈侯过来配合我 快点 那天 那个司机跟没看见我们的事了 一下就抄我们前面了 沈侯一个急掉头 一脚右门踩到底 直接挡在他前上 大灯一照 沈侯一下车 帅 还帅呢 多危险啊 那次确实我太冲动了 如果真撞的话 那就全管了 不是 你什么时候知道冷静和清静的 自从有了小小之后 水 酸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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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别再那么冲动了 知道啦 有我 我帮你洗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无聊 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怎么样 甚好 好 好嘞 看啊 这都是白纸 小晨 你看 没问题吧 我就这么一下 全是钱 有点意思啊 这魔术可难 我告诉你 这也没一个几个月功夫 把钱和纸粘一块儿 挺费时间的吧 你怎么知道呢 我这儿看得一千万说 丢人 这段垮了 话不能这么说 跟你讲啊 同样是一个月时间 橙子放在那儿只是微微皱皮 而苹果全烂了 这就说明后脸皮的重要性 对不对 那 那 那 这样 无辨莫说了 给大家讲点段子 好吧 好啊 你们知道 为什么星星中八课吗 为什么呢 星八课 你很懂啊 再来一个 为什么世界上 所有人都会抛弃你 唯独数学不会呢 这个让我想想啊 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嘛 不过像你们这种学渣 不会也是很正常的 那里就是夫妇 丈夫姓庄老婆姓夏 一共生了七个孩子 分别叫周一到周七 第八个孩子叫什么呢 这个我知道 周八 夏周一 那有一个七分熟的牛排 和一个五分熟的牛排 它俩相遇了 没有打招呼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都不熟 你要干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我还挺有趣的 都是一些网上无聊的段子 耳朵都挺有欺骗的 是吗 有趣有趣有趣 那那那行 你好好干啊 干嘛呀 她不挺可爱的嘛 你拆她抬颗闪啊 可爱吗 不可爱吗 可能是她最近总的肉转有点烦吧 可能是她最近总的肉转有点烦吧 你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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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下子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 看来只能改变攻略方向 看来 对 不要动 跟着她的视线 专注 对 看 仔细了 对 对 对 让你的视线跟着她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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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呀 我催眠你呢 没效果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香蕾送你了 好 好 怎么样 有没有很感动 很不感动 我怕碰坏了我赔不起 我都送你了 坏了不用你赔 那就好 谢谢你啊 不是 赵玉环 你要再在关键时刻放松 你就不配教育神秘 卫童 卫童 你 你跟着我干吗呀 你不是来送项链的吗 对啊 既然你送来了 我也收到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走了 你往后退一步 你知道吗 在日本 卫竞云时的壁咚也是一种番茎 没事 这不是你的 那个什么 我 今天还有话想跟你说 赵玉环 你是不是 太寂寞了 我知道 我明白 沈侯要上班 严小辰也要上班 毕了夜之后 大家都有事要忙 只要你没有事干 闲着无聊 就只能想起 不用上班的我了 不是 我是 不过 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每天什么都不用做 就算做事情 只有三分钟的热度 你也可以想玩什么 就玩什么 不像我 每天要这么多论文要干 谁说我没事干 我天天都练赛车 那正好 你回去练赛车 我回去写论文 慢走不送 不是 我 沈侯 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 什么叫送项链 女生会很感动 她不仅没感动 还骂了我一顿 嘲笑我一顿 你 你还怪我啊 哪知道你有样学样 再说了 那个魏彤跟小小的性格 完全不一样 你把我的经验 放在你身上 那肯定是不能 完美匹配的 哥们 你跟我说说 她是怎么嘲笑你的 她说我不干正事 干什么都三分钟惹毒 我有吗 三分钟不至于啊 但是 你三小时差不多 你也跟着讽刺我是吧 你不帮我想主意 你还讽刺我身后 你平时追魅德的套路 不是挺深的吗 什么爱心蜡烛 天台告白 你简直就是一个 行走的教科书啊 事于魏彤 我平时看她也挺 乖巧文静的 段位应该不高 你怎么就搞不定 我哪知道为什么 一开始我还挺讨厌 但后来 看见她就想靠近 就跟 就跟那个冰箱贴似的 要不这样吧 雨晨 她既然说你不干正事 那你就干干正事 让她瞧瞧 没准突然有一天啊 她就对你感官了呢 对呀 干你这么事 我懂了 我懂了 谢谢猴子 那个 那个那个 我过两天请你 和嫂子吃饭啊 行 我先挂了啊 我削苹果呢 我挂了 挂了 挂了 跟谁聊这么开心呀 跟雨晨 虽说她平时智商不高啊 但是我怎么感觉她 一见到未童呢 她就 智商变成复数了 她也挺有勇气的 追谁不好偏追魏童 魏童可比笑花难追多了 没那么夸张吧 别人我不知道啊 就赵雨晨那点小把戏 她可忽我不住 没错 我倒是觉得 有个人 特别容易被我忽悠 那还不是因为我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不是 但是 早就喜欢上我了 我早知道不跟你说了 我吃你吃饭了 你一会儿要不要早点回去啊 你不是想我待在这儿 不是啊 你不是前两天 刚跟你爸妈吵完架吗 你这又连这几天不回家 会不会不太好啊 也对 我也得回去 跟他们好好说说 但是 千万千万记住 不能再跟他们吵架了 好不好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媳妇说的话 我沈红 肯定做她 你凭我笑得真烂 我 第一次笑 好吧 但是好甜啊 你用我甜吗 你来 爹 爹 您穿弄摔干吗去 带我去呗 为父出去是办正事 不是玩耍 你看你说的 那 那我不也得学 怎么办正事吗 对不对 那麻烦您抽出宝贵的五分钟时间来 换身正经的衣服再跟我走 行吗 邹总问一下 这眼睛怎么了 这是近视啊 还是散光 还是 学习学的 庄斯文 等一下要有礼貌 对人要尊重 不懂的事别瞎插嘴 我真是来学干正事的 你不说这哥们是美国名校毕业的吗 宾夕法尼亚 得嘞 那得跟人好好学学 对不起 对不起 迟到了 程总 赵总说笑了 是我们早到的 对对对 乔总 来 介绍一下啊 程总 乔总 打招呼 程总 乔总 全子赵雨还 宇宙的雨 还还于争的还 二位会多半招 很高兴认识你 啊 好 程总 客气 来吧 我们坐吧 别客气了 坐坐坐 来来来 菜点了吗 没有啊 等您点呢 服务员 麻烦你 二位 您来 那我做主了啊 好 那个 金 爸 我上个厕所就 这个时候要说备生间 我上个卫生间 不好意思啊 赤汤会余肚 可以吧 看看汤类 我这儿还有烤鸭呢 来这儿烤鸭吧 可以啊 没问题 猴子 你猜我现在跟谁在一起 还能有谁为同胚 正知人 什么 你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块儿 你先别管这个 你上次是说 嫂子到城志愿公司上班了 怎么了 那你完了 你才完了呢 我告诉你 我爸现在在跟城志愿吃饭 谈什么融资相呢 我爸那么挑剔的一个人 一路上 对这个人残不绝够 说得我都怪无敌同体了 不是 赵雨怀 你到底哪头儿的 我倒认识你这头儿的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很危险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虽然在你家公司 做什么销售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让你干出事 天天飞来飞去 有身份说的似的 这要让嫂子知道 一定会出问题的 我告诉你 说不定 嫂子也投向城志愿 你闭嘴啊 我说的是 投向城志愿的公司 我不是那个意思 嫂子哪是一种人啊 对不对 我们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瞎操心啊 我跟晓晓是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人 我们之间的感情 坚步可摧 你说的那些事 都成为不了我们之间的障碍 再说了 谁要是敢破坏我们俩 我给他来套降龙十八掌 告诉你啊 我反正说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了 还有 你家还有两尊佛呢 你自己注意你了 那你就等着看 哥们儿我有的是办法 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去车了 妈 你怎么了 妈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信你的 但是你也不能 不跟我说一声 就去找晓晓 还让她跟我分手 我 我 我能不生气吗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晓晓那么好 你们为什么 都不喜欢她 你们甚至都没有了解过她 你们两个人哪 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不一样 你现在说你们彼此深深的相爱 过几年啊 过几年激情退下去之后 你们会被很多细小的事情争吵的 到那时候 你还像现在这样爱她吗 你会吗 不会啊 不会啊 不要急于回答我 好 我告诉你啊 往往杀死爱情的 不是生老病死的 而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柴米油盐当中 你会发现 你当初多么爱的一个人 跟你的 三观完全不一样 不是用那样一句话吗 打扮你的 永远不是惊涛骇浪 往往就是血里的一粒沙子 那你和我爸当初 我还是不过两家人反对走到一起 所以说呀 这都是我过来人的 废福之业 行的吧 我不信 妈 我和萧小是真爱 我可以向你们证明 我跟她的爱情 经得起任何考验 不需要 你不需要证明给我 如果过若干年之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两个对彼此的感情 都像今天这样不动摇 那 那我就祝福你 妈 你的意思是答应我吧 那我爸 你爸 你爸怎么了 你觉得你爸有什么想法 你不用管他 我怎么想 他就怎么想 到时候我要问你了 你现在这么笃定 严小诚对这份感情 也这么坚定吗 我笃定 他坚定 妈 妈 我再也不气你啊 妈 对不起 我再 妈 妈来了 你先休息啊 爸 妈有话跟你说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答应他了 咱们儿子的脾气个性 你不想他 你越阻止他 他就越跟你对着看 越要坚持 我爸再这样逼下去啊 万一那天 给咱俩上演一出 私奔的闹剧 所以啊 安慰安慰他吧 咱们再慢慢想想办法 对了 你去替我给小周打个电话 告诉他 他这几天啊 就不用来接我了 我要跟着他 怎么看看 安慰有什么情况呢 及时发现 一眼都盯住他 现在去看看 干什么 这是你的公位 对 杏远啊 我叫严小晨 你们好 叫我小晨就好 嗨 小晨 你好 你好 你小心点他 那李辉 小晨姐交给你了 好 没问题 小晨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你不觉得你一来这个办公室 变空气都变天了 你又来你那些电视剧的牢稿 就没有啊 别给我 别我呀 我们公司就这样 对了 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我想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分析员的日常工作 就是向你投资公司和你投资公司 索要资料 整理资料 作为一阶 然后你要在上司的指导下 做一些行业分析 市场分析 可比公司分析 可比交易分析 政策分析什么 那我有机会接触管理合伙人吗 管理合伙人 怎么可能 这么清楚啊 你的级别跟合伙人级别 相差得太远了 这是你 你们中间隔着投资进口 高级投资进口 高级投资进口 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都是总裁 所以 你可能不太有机会 能跟合伙人直接打架的吗 不过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的上司 是高级副总裁 大魔女 Sindy 大魔女 好 你说谁是大魔女啊 Sindy姐你听错了 我说的是大美女 是吧 林晓晨是吧 我们正式认识一下 我是你的上司 心灵 心灵好 已经走完了 认识男朋友的流程了吧 不不不不不不 不 男性朋友 跟我来一下办公室 进去小心点啊 所有在Sindy的手下做事人 都会请你第二次面试 他会给你设立第二次考核 如果你懂不过 慶总 两天后我们公司会举行一个 工作陈述会 我需要你代表我们的部门 准备一个访证 到时候你要向各部门汇报一下 我们公司投资的和参与投资的 重要项目的一些分析报告 好 这些是资料 没有问题吧 历史华大高赛身外 一个访证而已 没问题 有问题记得跟我说 有问题记得跟我说 时间的钱 快点 好 我跟小邹小凡小王 你们别下班了啊 跟我出去应酬去 那个 姜哥 我今天晚上我不大方便 要不让我沈猴跟你一起回去 是不是撒了 出事你不得呀 我告诉你 侯总已经跟咱们姚总想了秘境了 以后不准收留跟着我们的 赶快收拾去 我 去 姜哥 那个 你们是不是去谈童装市场的事情 是啊 怎么了 我也去 你别去了 那个 你还有那么多项目要等你负责呢 不是 你踏实带着 不是呀姜哥 你是不是嫌我会拖后腿啊 怎么会呢 那 人手够了 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不是 小韩 你是不是女朋友过生日 你得陪她 那我替你去 快去啊 你去吧 你先去吧 去去去 去去啊 没事没事不用谢啊 慢点啊 姜哥这 我需要准备点什么吗 你什么也别准备了 你别把自己喝丢就行了 少喝点今天啊 放心吧姜哥 那怎么走啊 走走走走走 来 姜总 我敬你一杯 这个小伙子怎么一直不喝酒啊 出来谈生意 哪能不喝酒呢 来 喝一杯 不是姜总 小沈啊 不太能喝 他一喝就吐 到时候吐了怎么办哪都是 你都破坏气愤 这样 姜总 姜哥 这不是酒养蒋总大名吗 姜总 我敬您一个 希望这一次 能跟咱们公司合作上 我干了 不是 小沈 你干什么 这个小伙子有意思啊 好 只要你喝掉桌上所有的酒 我今天就签合同 怎么样 姜总 您说话算话 那姜总我 先麻烦了 好酒量 好酒量 真的 要说什么 我都要想做哪个酒量 是不准肥闹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得力干净啊 可以啊 酒量不错 进浆浆 进浆浆 浆浆 可以 最后一杯 浆浆 江总 你 现在能签合同了吧 借助多方社会关系 既不损害到 背景企业的名誉 又可以让广大的投资者放心 这样投资者 就会源源不断地涌下平台 平台人气上升后 就不缺投资者了 做到以上三点 其用心经营平台 将会越做越大 谢谢 最后一个是杨耀珍 大家看一下 我来 大家好 我今天 不好意思各位 我们部门的演讲体效 谢 馨总 我就想问我为什么是吗 这份东西 当然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 你不觉得丢人吗 资料收集不够详细 市场分析不够透彻 在我看来 就这份报告 完全是在浪费我们公司的墨水 我跟你说过 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能自己完成 你可以告诉我 现在这份东西 既不专业又没创业 严小姐 我希望你明白 光辉逞强 还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我现在甚至开始怀疑 让你进入我们公司 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既然最后一份演讲取消了 那么今天的总结会议 就到这儿结束了 散会吧 别那么急着心头 我还尝着呢 别那么急着心头 不还尝着呢 我还尝着呢 小陈 吃完了 吃完了 你中午不会就吃这个吧 你吃了泡面 你还吃冰淇淋 你不怕胖吗 这不是我买的 那就是油酥 可以啊 这样 我买的 你吃吗 给你吧 别人送你的我 快点快点 你吃吧 给你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其实最近公司这么多下午 两天之内完不成一份 详细完整的分析报告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 但 你被Sinty盯上了 未来可能总没几天好日子 对了 你以后别心动心动笑着 她从国外回来 喜欢别人叫她Sinty 你不会得罪Sinty了吧 喂 你好 是我 您是 我曾经给过你名片啊 看来 你根本没有储存我的号码 你很大牌啊 你很大牌啊 我还抱希望说 你会给我打电话 您 您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 我呢 想见你 现在 我现在要上班 我知道 现在是午休时间 没关系 我去你单位找你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行 那我把地址发给您吧 再见 谁啊 要你管 谁啊 你说呢 你八卦死了 行 行 行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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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阿姨 行 行 行 给你点了杯咖啡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谢谢 先恭喜你啊 这么快就找到了这么一份好工作 你真的是让我花木相待 您给我讲了 小陈的确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可是你还不够冰雪聪明 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 我们上次谈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这么做 我这不已经辞职了吗 我讲的不是这件事 我讲的是 你跟沈侯分手的事 抛弃最爱的人 肯定看来是聪明 如果真挚爱对方的话 那么考虑问题 出发点 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落去思考 否则 抓着对方不撒手 那一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比你现在这么微薄的收入 你是偿还不起你母亲 欠下的巨额赌债的 所以你才要死死地抓住沈侯 结婚以后 沈侯自然就替你还债了 是吧 且不说我们作为沈侯的父母 我们两个白手起家 绝不允许任何外人 来肆意地挥霍我们的财产 就从沈侯的角度上来讲 我也不希望 她成为世人的孝 大家议论的把柄 我妈欠下的赌债 我已经替她还清了 您把我们家调查得那么细 真是劳您费心了 但是 我们家的事 我自己会承担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麻烦沈侯 还有 我不是您以为的那种女孩 你也不用这么来吓唬我 你认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我跟你讲的是残酷的现实 想知道你在这么一个公司里面工作 做什么职务 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并不难吧 凭我们深思在业界的影响力 有时候只需要我一通电话 你的所有的努力都会归零 所以 如果你还死抓着沈侯不放 不跟他分手 他爸爸就会把沈侯赶出我们的公司 到那时候会怎么样 两个行为不端的人 双双被大学开除 又被公司开除 你想还有哪家公司会雇你们呢 在上海这么大的城市 没有固定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你可以想象 你们两个人靠什么养活自己啊 贫贱夫妻百事爱啊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再有激情 你会在柴米油盐面前支离破碎 结果只有一个 两个字 分手 你不用这副表情看着我 你心里一定想 我怎么这么残忍 可我讲的全是事实 我再告诉你一点 沈侯 他可以荒废十年的时间 十年以后呢 他回来 依然是深思集团的继承人 可你呢 如果浪费了十年的光阴 回头你是什么 你想过吗 我这个母亲狠得下心来 我情愿她浪费十年的光阴 也不希望你浪费她一辈子的时光 你懂吗 所以 如果你选择跟沈侯分手 离开上海 我那天答应你的条件 全都在 我们可以找律师 公证 而且我还加上 你出国所有的费用 我全包了 我再加上一点 我会找专人 在这边照顾好你母亲 让你在国外 生活无忧 后顾无虑 觉得怎么样 你点头是表示 我从来没想过 我的一个选择能这么值钱 你要是真爱我儿子 我就劝你选择放手 爱一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 是吗 小爱 才会死拉着对方不放 只有大爱 要放手 你点头是 我们成交了 我的意思是 我不仅不会离开上海 我也不会和他分手 我还要好好地 我还要好好地和他在一起 你真是让我见证了家教的厉害 阿姨 我一直以为您是一心为了我和沈侯的幸福着想 原来我错了 您只是基于您的偏见 一心想要拆散我俩 可是如果您的理由真的站得住脚的话 您何必以这种方式来威胁我呢 还有如果沈侯知道您一直来找我 想要控制他的人生 您觉得他会怎么想 你觉得我们坐这儿我是在威胁你 你觉得我们坐这儿我是在威胁你 至于沈侯 她是我儿子 我相信她理解一个母亲的爱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对她好 陈总 怎么表情这么严肃啊 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程志远 小陈的老板 这位是 守候的妈妈 您好 幸会 您好 您好 刚好我也认识沈侯 这么说您是知道小陈有了新的工作 出于关心过来看看她的吧 就算是吧 您别担心 小陈在我们公司啊表现得非常好 我们都很满意 对了 我最近呀 知道了她之前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不过您放心 我们做金融的呀 从来都不会去相信大到小到的消息 我们只会相信真实的客观数据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如果这个人再敢胡来的话 攻击我们公司的员工 就是诋毁我们公司 公司的律师啊 巴不得能有个机会 证明自己百万年薪是无有所知的 看来你们是有工作要谈的 那我就先告辞了 小陈啊 我跟你谈的事情 你认真考虑一下 再见 再见 坐吧 坐吧 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 知道我 以前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就在昨天晚上 有人往公司的邮箱发了一封匿名文件 说你之前在深思的财务单据上弄虚作假 让我们注意你这样的污点缘故 你应该问的是 是谁把你来公司的事情 说了说去吧